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客户希望我们把一行数据变成三行 减少数据列来方便浏览 比如我们数据列非常的长 打印出来之后右侧出现了大量的空白 非常的浪费纸张 如果把一列转换成三列打印出来 既漂亮又节省纸张 比如公司统计各部门人员的时候 把同一个部门的姓名呢 输入到了同一个单元的当中 如果统计每个部门的人数非常的麻烦 需要一个一个的数 如果把姓名都拆分到同一列当中 只要一个简单的CounterEve函数 就可以快速的完成统计 看过上面的这些案例 你还觉得行列转换没有必要吗 这些行列转换你都会吗 答案呢我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快来跟我一起学习吧 一列转多列 说到行列转换呢 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转置功能了 比如现在这个数据 我们要对它进行转置的操作 非常的简单 选择数据 按下Ctrl加C来复制 在任意一个空白单元格上 点击右键 选择性粘贴 找到转置的选项 把它勾选住 点击确定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数据的转置操作 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几乎就是用不到 更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在这个列表当中 我们统计了每一个学员的成绩 现在我想要把它们打印出来 公布给学生看 当我按下Ctrl加P的时候 发现纸张的右侧出现了大量的空白 非常的浪费 如果我们把一列数据分成三列 或者更多列 这个时候打印出来的结果呢 纸张就是排的满满的了 利用率非常的高 通常情况下 要把这列数据变成三列 我们是手动去复制粘贴 效率非常的低 那么要怎么样高效的 把一列转成多列呢 我把具体的实现过程 分成了三个小的步骤 方便你记忆和实际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 设计分裂的尺寸 我们先建一个工作表 用来存放稍后我们分裂后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脑海当中构思一下 每一张纸当中 存放几行的数据比较好呢 比如现在我感觉 30行还是够的 所以我们复制前30行的数据 粘贴到我们新建的工作表当中 来填充一下数据 然后我调整一下每一列的宽度 然后这一页当中 有几列数据会比较合适呢 比如三列数据吧 另外呢 在每一列数据当中 我们还保留了一个空白的列 让它打印出来更加的美观 调整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步 打印预览样式 我们按下Ctrl加P来打印预览一下 我们现在设置的模板 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很显然 现在这个模板还是有问题的 首先底部呢 出现了大量的空白 另外右侧的数据 打印也是不够完整 我们回到Excel当中 反复的调整模板的样式 调整到我们最终满意的结果 而且最终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关键的参数 首先我们这个表格的高度 是多少行 比如现在我设置为40行的数据 另外我们每一个小的表格当中 也有几列数据的组成 比如现在是5列 同时两列数据之间 所间隔的空白列有几列 记住这几个关键的参数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步 使用万能公式快速填充数据 但填充数据之前呢 我们把刚才复制过来的数据清空掉 然后复制一个万能的公式 这个是什么鬼公式 这么长 根本就看不懂 不用害怕 公式虽然长 但是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会使用查找替换 就会使用万能公式 我们复制这个万能公式 然后在第一个单元格中 按下Ctrl加V粘贴公式 接下来就是替换公式当中的关键参数 按下Ctrl加H 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记录的 这三个关键参数吗 高度 我们把它替换为40行 点击全部替换 然后查找宽度 把它替换为5列 全部替换 然后查找间隙 把它替换为1列 全部替换 最后我们再修改一下万能公式当中 所引用的单元格 我们把这个A2删除掉 选择原始数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格 注意这里一定要按下F4键 对引用单元格的行列进行一个锁定 然后按下回撤完成公式的编写 接下来的操作就非常的简单了 向右拖动公式 向下拖动公式 快速的把表格中的内容给引用过来 然后选择我们的数据列 向右填充 当当当当 原本非常复杂的分裂工作 我们只是轻轻的拖动一下鼠标就搞定了 part 2 一行转多行 系统导出来的测试数据有30列 每次查看数据都要不停的左顾右盼 为了方便查看数据 客户让我们把一行的数据变成三行 数据列也由原来的30列变成10列 查看起来就方便了许多 具体怎么操作呢 方法和我们前面一列转多列几乎是一样的 同样分成三个小的步骤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工作表作为我们的模板 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设计好模板的尺寸 模板设置好之后 记住这三个关键的参数 每一个表格当中高度是多少行宽度是多少列 间隙是多少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间隙呢 是指我们两个表格当中数据之间的间隙 不包含我们的标题行 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设置的间隙呢是三行 OK调整好模板的尺寸 记住关键的参数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粘贴万能的公式了 这个万能的公式呢 同样非常的长 但是用法一样简单 只要Ctrl加H插角替换就可以了 我们复制万能公式 在第一个单元格当中粘贴公式 然后按下Ctrl加H替换关键参数 高度是三行 全部替换 宽度是10列 全部替换 间隙是三行 全部替换 最后修改公式当中单元格的引用 我们删除所引用的单元格 找到我们原始数据的第一个单元格 点击选择 记住一定要按下F4键 对单元格的引用进行行列锁定 按下回车 完成公式的编写 接下来的操作就非常简单了 向右拖动公式 向下拖动公式 然后选择整个表格的模板 向下拖动填充 轻轻松松就搞定了一行到多行的转换 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使用相同的方法 使用万能公式 把原始数据当中的序列号也给提取出来 部门当中人员信息被统计到了同一个单元格当中 要统计每一个部门的人数非常的麻烦 如果我们能够把姓名提取出来 转换到同一列当中 使用counterif函数就可以轻松的搞定 关键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单元格当中的内容转换到一列当中呢 这里有两个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 word的替换法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 回到excel当中复制数据 在word当中点击右键粘贴为数值 然后按下Ctrl加H来查找替换 我们要查找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我们每个姓名之间的分格符 这里是顿号 我们输入一个顿号 然后把它替换 我们点击更多 在特殊格式当中选择置表符 然后再点击特殊格式 选择一个段落标记 再点击特殊格式 选择一个置表符 然后点击全部替换 替换完成之后 word当中的数据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操作 选择所有的文字复制数据 然后回到Excel当中 钢贴 诶 奇迹的一幕发生了 我们原本同一格当中的姓名 老老实实的跑到了同一列当中 但是部门这一列当中 还出现了一些空白格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空白单元格当中的内容 填充到对应的部门 选择部门这一列 然后按下Ctrl加G 选择定位条件 选择控制 点击确定 定位所有的空白单元格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等于号 按下向上键头 按下Ctrl加回车 这样我们就在单元格内容当中 快速填充了部门的名称 第二个方法 Power Query Power Query 是微软官方的一个Excel数据处理插件 如果你当前使用的Excel 是2016以及以上的版本 可以直接在数据选项卡中找到相关选项 如果你是2010或者2013版的Excel 那么需要登陆微软官方网站去下载PC指定的插件 如果你是2007或者以前的版本 那么很抱歉 你的Excel不支持Power Query 这里我们以Excel 2019这个版本来进行演示 首先选择数据选项卡 然后我们选择数据区域当中的任意单元格 点击字表格或区域 在对话框当中 确认一下数据的来源 同时勾选包含标题 点击确认 这样子我们就会打开Power Query的查询编辑器 点击姓名列的标题 全选姓名这一列 在开始选项卡中 点击拆分列 选择按分格服务来拆分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当中 姓名是使用顿号来进行间隔的 所以在分格服务当中我们输入顿号 点击确定 这样我们原本一列的姓名就被拆分成多列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按照部门把所有的姓名进行纵向的排列 首先我们使用Shift键来连续的选择 第一个姓名列到最后一个姓名列 然后选择转换选项卡 点击逆透式列 这样我们就按照部门把原本的姓名转换成了一列 然后在属性上面点击右键 选择删除 因为这一列我们不需要 在这个值字段上面 双击修改一下字段的名称 我们改成姓名 最后我们要把这一个数据转换到Excel当中 在文件选项卡中 点击关闭并上载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单元格内容到多列数据的转换 更为神奇的是我们在原始数据当中可以尝试着修改一下数据 添加一些新的姓名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提取出来的这个数据列表当中 点击右键选择刷新 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姓名呢 也自动的添加到了这个列表当中了 Power Query是一个非常强大的Excel数据处理插件 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会有更多更详细的介绍 好了按照惯例我们再来快速总结一下本节课程的知识点 首先第一点行列转置 行列转置是最简单的行列转换了 复制数据然后右键选择性粘贴 勾选转置粘贴即可 第二点一行转多行或者一列转多列 一行转多行只需要一个万能的公式就可以了 按照下面这三个步骤直接套用 第一设计去分裂的尺寸 第二打印预览的样式 第三直接粘贴万能公式填充数据 第三点文本转换成列 要把同一个单元格当中的文本转换到一列当中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word法 将分格符号替换成置表符或者换行符 再粘贴到Excel当中 第二个方法Power Query法 使用分格符来分列 再进行逆透式上载到表格当中 数据更加的清晰更加的简单 而且这些数据可以根据原始的数据自动的更新 好了 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只是看到这样干巴巴的我讲 永远都体会不到这个方法有多么巧妙的 快去下载本节课程的资料 自己动手试一试吧